梅西事件发酵后最大的受害者是谁? 目前来看应该是G2快递 由于网友要求换掉代言人梅西并未成为现实 而且该品牌在官方账号下回应表示G2不缺资源 因此该品牌遭遇到了大规模抵制 G2快递股价跳水已经引发外界热议 而股价跌幅超25% 那么,梅西本人是否受到了影响呢? 目前包括央视在内的很多与梅西相关的镜头 比如天气预报、天下足球等栏目 都撤销了梅西的画面 但还没有出现品牌解约的情况 当然,梅西肯定也是受到了一定影响的 因为他的个人社媒粉丝数长时间停留在4.99亿 本来早该破5亿 但因为退订的人太多 所以粉丝数一直起起伏伏 梅西本人的态度呢 当然还是不在乎 梅西结束了季前赛后 更新社媒依然拒绝回应中国球迷